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梅洲一股 來到星期五的梅洲一股 繼續有Harry和我們推介的深水股份 Harry你好 先和你回顧一下上次你推介的一隻股份 有一隻藥股,有國藥控股 看看這兩個星期的表現 恒指方面,今天是力手23000點的關口 這段時間跌了130點 至於股份方面,都要輕微下跌 跌幅0.8% 部署上有沒有什麼不同? 不可以 原本在想國藥為何推出來 每週一股港 就想著華潤醫療上市 有些認子概念 誰知華潤醫療沒有人抽 今天你見過招股價都守不住 今天他剛剛上市 所以國藥的影子就影了到下面 所以就麻煩一點 股價其實是下跌的 但其實我訂得很低 因為我預測近市況比較反覆 所以就訂到36元 誰知道市場多弱都好 股價多弱都好 又未去到36元 所以很簡單地說 整個部署完全是未成立的 根本都未買入 所以如果你說未買國藥控股的話 你再等一等 我覺得沒有華潤的影子概念 就純粹是看我們上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打風 兩個禮拜前說的醫藥改革 就是兩票制的概念 這件事是很長遠的 所以國藥來說 你可以再等等 在這些不明的市況當中 雖然國藥的防守性影響比較高 但你不是買一些股份 去搜它跌少一點的概念 所以暫時來看 大家都可以等等 繼續想回部署 又落到36元 我們才會買回 明白了 看看這個星期你推介的一隻股份 同樣都是一隻藥股 有中國中藥編號570元 先看看這隻股份 看到主要有兩款的業務 首先是中成藥 中成藥是甚麼 就是以中草藥為原料 經加工成為各種不同劑型的中藥產品 可能有些高、中藥的產品 另外看到中藥配方火粒 這是比較新的東西 簡單的理解 就是一些免煎的濃縮中藥 可以直接服用 再看看它的業務簡介 看到集團的產品 主要是涵蓋 就是傳統的中藥飲品 中藥配方火粒、中成藥和健康產品 現時都有700多種的中藥配方火粒 還有500多種的成藥產品 當中200多種的成藥已經被收錄在全國醫保用藥目錄 超過100種的成藥 已經被列入國家的基藥目錄 包括7種獨家的產品 另外集團目前在中藥提取傳統和現代中藥製劑 就是累積了紅口的技術經驗 另外公司在廣東佛山開辦了中醫藥 健康總合體的第一家門店 亦都在廣東佛山合資成立 康復醫院和老年病醫院 再看看這個星期 你推介這支股份的主要兩大原因 從兩個角度去看 首先就是業績和政策方面去看 業績方面就是接下來講的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中藥配方火粒業務 有助毛利的擴展 講講業務之前 我想問Ka先 其實有沒有女生 都會不會去吃中藥去調理身體 都有的吧 都會的 很多女生都吃中藥調理身體 但是這些中藥配方 我見在香港這邊是很盛行的 有沒有都會用這些的呢 還是傳統一點的 要調理身體 我寧願去傳統的中醫 我去煲藥算數 你選哪一種的 當然選火粒 因為方便一點 火粒 其實就是中藥的範疇裏面 經過了這麼多年 發展一個科技簡變化的主要範疇 所以其實這個market 其實對於中藥這個板塊 其實不是太了解 因為另外一種 大家比較熟悉一些 香港人熟悉一些 就是1498 賠力 賠力就是做龍本方的股份 就是半生股 另外已經是大家所熟悉的 那些874廣藥 雲南八藥那些 就是很經典的中藥配方 所以這次其實我們選這隻股份 跟大家說 講完國藥之後 又去講中國中藥 是有少少不同的範疇 雖然是同一個集團 你看過logo一樣 其實中國中藥是國藥旗下 做中藥的旗艦 所以這次就看看他 他剛剛收購了很大塊 他花了很多億的 他買了中藥配方果粒回來 你見他接下來的數字 其實真的很漂亮 還有中藥果粒的國賊 究竟是怎樣搞的 你知道藥業 我們上個星期 花了很多時間 去講國賊的影響 所以政策的影響 會不會利好570這隻股份 就會定斷到大家 究竟是否想買這隻股份 明白 事不宜遲 看看第一個利好因素 從業績方面去看 看到最主要的賣點 都是中藥配方的果粒 有助毛利的擴展 看看它的業績 收入方面 半年的業績 是31.99億 毛利是18.34億 隨稅前利約6.65億 順利4.91億 值得留意 按年變動的成績相當好 都是以倍增 看到收入超過1.2倍 毛利超過1.1倍 隨稅前利用 利潤 按年變動超過1.2倍 順利方面 都有一倍增長 是否相當之良麗 本身阿K 你說了一件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我們在每周一股裏 永遠都在說一件事 你的數字看上去 好像一眼看上去 很厲害 很漂亮 就是倍幾兩倍 我們應該有個懷疑的態度 在這裏 做甚麼鬼事 是否突然間 中國 由十三斤人 變成26億人 去買中藥 是否這樣 為何無端百兆 會突然倍幾乎增長 還要在旁邊的幅圖 很頂響 毛利率跌 跌 跌 為何又增長 這就是結構性增長 我經常所說 本身 中國中藥 是沒有果粒的 其實 他在上年買了果粒回來 一下子 將所有東西 泵高 所以 如果你計算它的自然增長 其實是中藥果粒 按年比較的時候 其實增長多少 20-30% 你不要覺得它這麼厲害 只不過 就是先前由零變一 好像很過癮 那本數 但是當然 對於股價 應該是挺過癮的 因為原始沒有 你的股值會突然間 才回到 所以中國中藥曾經 試過股價升得很厲害 但是暫時來看 其實本身 這份業績 可能會提出 是叫混合的 即是比較參差一點 果粒這邊 其實是挺漂亮的 不過 它本身那些中成藥 其實是做得一般的 所以毛利率 你見它是跌回頭的 所以暫時來看 接下來 看看果粒的業務 可不可以持續拓展毛利 以前我們是煎藥 煎完藥之後 可能煎藥的過程 其實你可能都是 現在香港流行的 你撿了劑藥之後 其實幫你煎煎煎 其實收多你20元 不收錢 其實不是毛利 而現在變成果粒 甚至去到藥圓 你越來越高科技的時候 你的毛利便升 現在我們正在買這個概念 明白 我看到收入的毛利 都增長強勁 但再看下一幅圖 看到支出的增長都相當厲害 銷售分銷成本 升了近一成 行政支出都是一倍 行政支出都是升了一倍 研發開支都很誇張 拿了不少錢去做這個 那怕不怕開支這麼大 蓋不到收入呢 行政支出 我是不喜歡的 因為永遠的行政支出 在內地的股份 我經常覺得它吃了飯 也升了這麼多 當然 你的尺寸是倍增了 行政開支多了 也是一個正常的 研發開支 反而不是很擔心的 即是本身 你現在由那個 本身煎藥去做藥丸 去到就這樣吸一吸 可能很厲害 那個研發開支 我寧願它扔多些 因為佔比其實真的很低 現在你說31億的營業額 你放1億進去做研發 其實你佔的百分比 你算到很少 所以其實藥品的研發開支 我稍嫌它更少 現在現階段來說 所以這個急增 有它吃得起 但是銷售和分銷成本 都升了上來 當然它那個 升的百分比 又不是真的好像 營業額的增幅 營業額的倍二 它96% 所以出來 經營日利率 其實又一般 但是財務費用又跌下來 所以整個支出方面 有些數字是不漂亮的 不過我覺得 是放在一些有用的地方 而且其實它實際 我們不喜歡的成本 它的增幅 又比起營業額小 所以暫時來看 這盤數字又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再看下一版 你剛才開初的時候 都說到 那個中承藥其實都表現一般 見到佔比方面 在西白分佈方面 其實都跌了差不多兩成 再說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這個圖表 如果你說 只有兩部分 一是中承藥 一是中藥 一是中藥配方果粒 你會見到 中承藥那邊 分佈日利 是跌得很厲害的 生意額都跌得很厲害的 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我們剛才說 如果用 由十幾億上到31億 就好像 33億人變成26億人去買中藥 現在好像 每個人都不吃中承藥 難道每個人都去吃 果粒 那些配方果粒 兩樣東西不同 中承藥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不關果粒的事 果粒 其實你真的去看中藥 它配了一大堆東西給你 你形成了那個粒 那個劑粉 所以才出來 是一些比較進行的 中藥配方 中承藥 你剛才說高 湯火高 都是中承藥來的 這些是比較低價少少的東西 那麽問題是 很多的行業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產能過剩 渠道其實是要去庫存 那些庫存都積在 所以管理層有講過 在上半年的業績發佈會 在九月的時候有講過 在下半年它繼續要做 因為可能真的賣剩了很多湯火高 所以路這樣移動的時候 你預測回 為什麼我們說 那盤業績那盤數字好像升得很厲害 但實質出來 其實那個感覺 或那個效果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那麼漂亮 就是在這個中承藥這部分 那下半年你預料 這是利淡因素 那中承藥 你預料它繼續都是有些跌的 但是由於中藥配方果粒 就升得很厲害 你也見到 毛利率升得很厲害 就是58% 升5.7% 所以那盤生意 這個就自然增長了 你見到 中藥配方果粒是兩成多增長的 這方面一擴展的話 對於中國的中藥盤數 又好像很過癮 明白了 那再看看 下一版的集團 各種藥品的種類佔比 剛才大家都知道 中藥配方果粒 毛利相當之高 佔比亦都最大 剛才也說到中承藥 暫時佔比兩成三 那其他的藥物呢 它的毛利又是怎樣的呢 你會見到 其實 我們用回常識去看 中藥配方果粒 麻煩一點的 要做 做完之後 要抽光些水 又做了一包粉 好像沖柯華田一樣沖出來 現在中藥是這樣計的 這方面 如果它的製藥物佔比 其實是最高的話 所以這方面 對於他們接下來的毛利 其實那個增長性可以很厲害 所以 為什麼我們把這個圖放出來 化學藥就麻煩一點 但是佔比是最小的 什麼為之基本藥物目錄呢 很多大家買開藥業股的家庭觀眾 都經常聽到 英文叫EDL 這個EDL究竟是什麼 就是現在現階段 你進入到醫院 其實那堆基本藥物 就是國家有個list 如果你進入到基本藥物目錄 裡面的話 就是在說你的藥物 就會被這些醫院去直接做採購 有好有不好 如果好那方面 當然全中國的醫院 都和你搜救這些藥物的時候 你賣的量一定增長得很厲害 這個大家明白 但是 入得這個目錄 就有另一件事很麻煩 一定壓低你的價錢 因為他本身大家都知道 醫院其實入得去的病人 都是有那些醫保的 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說 沒有理由用醫保 即是納稅人的錢 去幫你買一些貴的藥物 沒有理由把醫保裡面的費用 去幫你買一些很貴的中藥 所以其實入得基本藥物目錄的一些藥品 如果你的量方面是增長得很厲害的 但是價錢是被人壓低的 所以這方面其實佔29% 你剛才我們說的 又好又不好 所以對於中國中藥本數來說 應該不是太大的影響 至於中成藥和傳統的櫃檯中藥 傳統櫃檯中藥 K 你們明白吧 大家都明白 就是入到一間藥材店 後面很多櫃桶那些 櫃桶藥其實佔比不是那麼多 普通中成藥就是23% 所以這個藥物佔比 我們看到了 就是引證了我們第一個項目 就是說中藥配方那顆 有助毛利擴展 其實那個擴展力度可以很厲害 因為它佔比是很多 而其餘的藥品來說 如果繼續phrase out的話 對於他們接下來的毛利 或者整盤數的幫助可以很大 明白了 相當之清楚 很快看看另外一個分析的角度 來好因素二 就是中藥配方那顆市場開放影響少 大家覺得市場開放應該競爭大一點 在講競爭之前 先講一講這幅比較複雜的圖 現在的運作是怎樣的 你這幅其實每次 上一次Tracy看到眼花 我自己看到好像有眼花 我不知道觀眾的角度 我展示了很多次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圖呢 就是醫療行業的路線圖 在每周一股裏面 我展示了四五次的這幅圖 因為我介紹不同類別的股份 其實這幅是什麼圖呢 其實就是一顆藥 由這個制藥的部分 怎樣去到病人的部分 就是主要的焦點就是你的病人 這個就是整個醫藥板塊 究竟做了什麼 這個醫藥板塊裡面 我們上一次就講的是分銷箱 就是講國藥 你看到在紫色的部分 全國性分銷箱 今次我們是這個中國中藥 當然擺明是做制藥的 但是制藥大家明白 其實是常識來的 你進一間醫院究竟有什麼藥 就是那幾種 化學藥 就是普通的 在內地來說有時候叫做創新藥 或者是這些比較大件事的症狀 有疫苗 有生物藥 今次我們這個股份 就是放在哪裡 中成藥那部分 現在化學藥 疫苗和生物藥 由於本身就是一些很基本的藥物所需 所以大家都知道 搞了這麼久的醫療改革 其實都是想壓低藥價 其中一個方式是什麼 現在說的是地方政府做招標 剛才我們說過 本身如果阿K 你弄一隻藥出來 要進去這個基本藥物目錄 又或者是要給地方政府做招標的話 你首先要去 auction 你這顆必離痛 就走出來了 究竟怎樣搞呢 就是在地方政府以價低者得的方式 可以拿到這顆藥物 如果你可以做到 譬如說五百萬顆 可以五萬元到買到給醫院 那他們就跟你拿 所以我們買這些 所謂製藥股的時候 近這幾年都剩下了 沒有人說那些1177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藥物股 就是因為那些地方政府 每個地方政府的招標價錢都不同 那你不知道究竟 我的藥物價的毛利 會怎樣 fluctuate 所以我們很難買下去 但是你見到我們 其實每周一股 其餘的分析院 都會久不久講一下 1177 或者其餘的股份 就是因為有些藥床 就做一些創新藥 如果你說這隻肺癌藥 只有我這間藥廠做的 那你可以很高的定價能力 你醫院只有我一個人買的 你是買我的 那所以有些股份 都可以還是想一下 那我自己就簡單點 不如避開這個制度 那我們玩忠誠藥 這邊忠誠藥的話 其實就不會太受 這個所謂招標制度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這方面 其實在那個制度上面 由一顆藥 去到怎樣 去到一個病人當中 中間其實你 鼓勵了很多很多的 一些所謂的醫療 那個政策的問題 但是在那個570的角度來說 暫時來說 影響性未必真的這麼大 明白 運作就相當之清楚 明白了 看完下一版 剛才我都提到那個 開放市場 會不會令到競爭加大的問題 雖然就 在投票當中都說到 未來三年 仍然是六個牌照的 營運商 繼續壟斷市場 但是三年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 更加多的營運商 就加入這個市場 令到競爭越來越大呢 我相信那個競爭 是會越來越大的 但是影響性未必這麼大 為什麼它不全部開放呢 這個問題 跟內地的那些 就是股價 股價 因為中藥 其實在上年 這兩年 是有很多負面消息的 所以中國中藥 剛才我們說到 又龍頭 又不受那些招標限制 照到你 你的毛利 或者股價應該很強 但是股價 都有一些 本身 很多問題 在回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亂來的 內地的中藥 有時候都是 例如K 你賣劑感冒茶 神藥 一喝下去 立即康復 好像西藥 那為什麼發生什麼事 就是中藥 混了西藥 混了必利痛 所以看到中藥 很賣得 好像很厲害 被人揭發之後 中國的藥檢局 搞了很多整頓措施 亂七八糟的市場 但是整頓了之後 現在在中藥配方果粒裏面 搞了一個整體的開放市場的態度 現在市場在估計 因為其實它都想普及化 因為它那個大方向 就直接想在西方國家 你不如都試一下中西藥去溝一下去用一下 香港很多 在醫院裏面 這樣東西它想開放市場 但是呢 開頭呢 給回六間牌照商 繼續 我不可以說垂斷 寡頭垂斷來的 其實幾間 做著先 好了 我不是說不讓你做 譬如說 我想有一粒 特種的感冒藥走出來 你要經過這六大營運商 它信得過的先 中國中藥是其中一間 信得過的 它才會讓你去做 所以暫時來說 特別是醫院 他們拿中藥的時候 一定會先找回這六大營運商 就算你開放市場也好 其實對於它的影響性 未必真的那麼大 明白 再說一下你開頭 都提及過 就是說 扔了很多的益 去收購一些公司 近期公布收購了 貴州和 同制堂藥房 連鎖百分之六十的權益 後者貴州省 從事連鎖藥房和中醫診所營運 影響代價八千七百七十二萬人民幣 其實收購了這些公司之後 可以怎樣受惠呢 這隻是做配藥煎藥的 還有它做藥房的 它其實想打造一系列 由藥房去製藥中間 大家都看到 賣了廣告和同人躺那些 一次過這樣做了 它想打造整個順利的保證在那裡 一條龍的服務 股息就提高了 所以暫時來看 中國中藥 以往最開始是叫營天醫藥的 一路做很多的收購改革 而令到整本數做好些 和中國配方各個市場 開放不是很同的東西 不過其中一個收購 可能另一個盈利 又多四千三百萬 所以這件事 就給它在盈利上 繼續有個結構性的增長 好啊 見到很多的利好因素 有什麼風險因素 我們都需要注意一下 風險因素那方面來講 第一件事 我剛才說到 中成藥仍然在庫存 所以這一部分 就不得點 預計它仍然有兩成的倒退 而另外 都說得真的會開放 我不知道競爭環境是怎樣的 這件事是一個很長線 要看看它究竟怎樣去搞 好啊 投資見結 買入價就是現價 3.98 但我見到大罕瑞信也看得很好 目標價是5.3 我們可不可以進取一點 5.3就 沒有三毛子 沒所謂的 我覺得 估值上面 看預測市盈利價 因為本身它升了一倍上來 我覺得挺低的 以一個中藥的龍頭來講 所以 我看目標價 也看上去5元先 3.4只虧 恐慌市場不能夠 暫時風險係數 放在4元上 謝謝Herry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你重新報 這隻股份有否持有 沒有 帶了你詳盡的分析 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我又問必答